大家好我是國民體事能指導員小葛 今天是除夕愛運動找一位大來賓 跟我們一起運動喔 讓我們掌聲歡迎台灣最速男楊俊翰 大家好我是武田技選手楊俊翰 那俊翰我知道就像過年期間 難得放假回老家 就是在花蓮有沒有什麼活動 或是平常是靠什麼樣運動來維持自己的狀態 因為其實我回花蓮時間沒有那麼長 所以說如果有回花蓮或是過節的時候 我基本上都會待在家裡面 那因為在花蓮嘛 所以其實我都會去路上跑跑步啊 或者是走走看看風景 那感覺其實也是有點充實喔 就是也沒有太閒下來 好那各位觀眾 現在大家應該正嘴邊在吃年夜飯吧 或是大掃除完在休息當中 現在就跟著我和俊翰帶大家一起運動囉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全身籃子 所以俊翰等一下我們要來 先做一個深蹲的姿勢 然後先看我做就好 好等一下蹲下來之後啊 我們抬腿抬腿的時候踢對側的手 那腳尖如果沒踢到的話 大家沒有踢到都沒關係 盡量接近就好 那再接一個深蹲 換邊去踢對側的腿 好所以同時用到下肢 好久了之後呢 我們整體的心肺會跟著上來 目標大家可以做到15下 那我們先做個幾下 一起來操作看看 好那我們就先蹲 然後左腳踢右手 好再蹲 右腳踢左手 好像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蹲的時候先不用太快 我們就維持順暢的呼吸吐氣 好主要是讓動作可以做得比較完整 比較穩定 好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這是第一個動作跟大家分享 好那再來 好再來第二個動作啊 我們就可以加強一些強度了 因為現在可能 做了15下左右 大家可以做個三組 身體就會熱起來了嘛 好那再來我們試試看 強度再高一點點 好就會有比較的衝擊性 做跳跳蹲 像這樣 跳跳蹲的時候 我們一隻手可以往下接近地板 好跳跳換邊換手 接近地板 好我們來一起試試看 好來一起喔 好來跳跳蹲 對我們這個動作可以嘗試做到1分鐘左右 均衡平常也會做類似的彈跳動作嗎 其實在田徑的項目來說 熱身的彈跳或是衝擊的部分 其實做蠻多的 所以說這個動作會比較快的上手 好所以我相信大家 跟著我們一起跳 應該也可以 跟均衡一樣很快的上手喔 像剛剛第一個動作啊 蹲踢對側的時候 我們可以抓15到20下 然後做三個循環 那剛剛第二個動作 跳跳蹲 我們可以抓一分鐘的時間 持續的去做 也可以做到三個循環喔 中間休息30秒 那均衡剛剛我們跟著一起這樣做完 會有一點點喘 開始會有一點小小的喘 那應該是適合大家對不對 過年期間 在長輩或是小朋友 其實會蠻快的上手 那從今天到初五 天天鎖定愛運動 跟著我們田徑國手楊俊翰 一起來動一動 不管過年期間吃太多熱量爆表 都不用怕 我們就直接下集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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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ym